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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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準時收看 《江士老德拉》 昨天啊這個大盤很 序距 為什麼你看看 那一直都在盤下震盪 有沒有 然後從這邊啊 12點半開始往上慢慢慢慢 最後一盤拉了一百多點 最後一盤升高兩百億 多百幾點 很多人就說 老師那是什麼在賣 一定是外資 所以外資已經大幅度買超對不對 錯 外資昨天賣超3.6億 不然是什麼在賣 MSCI一定是整個全值股 有些調升 有些調降 那一定是調升的漲 那調降的跌 對不對 你會這樣想對不對 我給你看 這一支股票是調最多的 台積電 它的全值被調降最多喔 觀眾朋友 結果你給它看尾盤 七四塊 正常來講它被全值被調降 它要落嗎 它要買一來買白銅嘛 結果不是喔 我們再看這個也是什麼 這個也是全值被調降的 你再給它看下去 這一支也是全值被調降 這有去用說啦 這宏達電全值被調降的啦 因為傳出說它裁員四百個啦 再看下去啊 這個也是全值被調降的 全創 這個也是全值被調降的 群創 結果油這樣 油到要漲停 那外資會不會相對錯 全值被調降的 那些負負責啦 反正市場心理啦 全值被調降的 這個是全值被調高的 最多的 欸 也是有拉喔 我們再看一下 這個也是全值被調降的 也是有拉喔 再看一下 我們給你看的是每一檔每一檔啦 觀眾朋友 再給他看 這個是全值調高的 欸 也是有拉耶 觀眾朋友 你去想 全值去調高的 他也是漲 啊 全值被調降的 更是大漲 這個代表什麼意義 你要去想這個問題啦 你不要管今天是誰買誰賣的 我覺得那個意義不大 你要去想說 為什麼台積電全值被調降了那麼多 被調降第一名 結果買三十七四塊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就是 台灣股票很小的啦 就是前一波知道 已經調降了一隻賣 一直賣賣賣賣 哇 賣到今天一看 哇 超賣的趕快把它補回來嘛 你唯一可以解釋的就是這樣嘛 所以你看 漲喔 全這個亞洲啦 已經知道開盤的 這一些表現都不好喔 結果我們台灣的股票議長 你來看 買半期一百五十五點 記不記得 我上次跟你講說什麼呀 騙利是黃金啦 而且我跟大家講說什麼資金行情啊 你要趕快來唱啦 資金行情就是這樣啦 就是牆而已 因為後來漲得又急又快 你給他看有沒有漲得又急又快 你看看 七 兩 三 四 五 這樣有沒有漲得又急又快 趕快再回頭一開始說 欸 台灣就沒那麼賣咧 所以你現在要做得怎麼樣 要趕快來買股票啦 而且你現在買股票不要多喔 因為現在震盪都很激烈喔 你要買就是一檔一檔來 那一檔一檔來 你要說 欸 先我們來看我們 結果是說 欸 我們過去做的喔 做了有成功嗎 我們先給你看 要給你看哪一檔 先給你看說說 這大盤在漲得的時候 大盤從一萬零十四點 跌到七千兩百零三點 這一段時間 我們做的股票有沒有漲嘛 有沒有帶你避過這個風險 那大家的魚類呢 那漲 跌三層 跌四層 那全部客氣的啦 你給他看 我們當初要你買的就是哪一檔 戴耗三五一一的戲碼嘛 那你給他看喔 我們在這邊七月二十二號 叫你不要追喔 你喜歡這個股票 我買給你 七月二十四號 你如果看 九點四十五 直接就買下去 買在什麼價位 記得啦 三十塊啦 觀眾朋友 我們買的時候就一路漲 買在什麼價位 來 買在這裡 買在這裡 老實說你買下去了 漲到多少 漲到三九點八 八月六號 是怎麼是八月六號 記得啦 因為八月六號 八月五號分盤結束 八月六號開始恢復正常教育 在這裡 我在這裡明示暗示跟你講說八月六號你一定要小心 那結果拉回再買 為什麼拉回再買 我跟你講說接下來能不能買看他怎麼樣 看他七月份的營收 有沒有創新高 觀眾朋友 在這裡 我們分析這個你上我們瓜瓜網站都看得到的 不是說我現在在這裡歐龍 在這裡歐邊來你講的 不是都你看得到的 然後呢 行情不對我們先出 出了之後有低點我們再給他買回來 八月十二號 買在哪裡 買在三十二點八 然後利多給你出來啦 說什麼樣 非比當紅 四馬 中探偵受賄 中探偵我沒有做 我只說四馬啦 那個時候我也跟你講說 你抽中的資金你就不用多 你一百%的資金 你拿三十八 拿四十八 對我來做這支就好 因為那個時候蔣時代風險還很大 我也怕你很貪心 整個都摸下去 萬年也在出問題 你沒辦法 但是你看我們社會的股票 我們社會的股票 利多一直出來 我跟你講說 細馬接貨醫療跟泰伯西的訂單 醫療的訂單 第三季開始出貨 泰伯西的訂單 下半年開始出貨 八月十四 加碼 加碼之後 馬上就漲停板 漲停板之後怎麼樣 利多又出來 這都你看得到 觀眾朋友 這都每天每天跟你分享 我們不是說 我多厲害 我們來做這個東西 來來你贏 你說你要跟我操作 完全都沒有 我們只是說這樣 錯你滿不滿意 你今天你的股票像我這樣欺貨了 這邊 背景式 也跟你講說 背景式你就要賣 有跟你講過背景式 而且跟你講說怎麼樣 警視你一定要賣 為什麼 因為現在行情不是很好 所以你看這間公司 在這裡 我們不要講這一段 我們講這一段就好 這裡買 這裡賣 這裡買 這裡買 這裡加碼 這裡把它除掉 如果說 你對今天 你不管任何時候 你從現在早上一直看看 看到晚上 如果有任何一個操作 一檔股票 比我們這個操作還漂亮的 你去找他 你真的去找他 你不要來找我 但是如果你去找 你的記錄看 他有抗訊嗎 有沒有抗訊 而且還講說 如果沒有這個抗訊 要推出股市 你會覺得 啊 六歲的賬 我怎麼這麼晚看得到 為什麼我可以這樣講 觀眾朋友 你看 這個是那個時候大盤 大盤跌了28% 很多股票跌五成跌六成跌七成跌八成的 要比比皆數呢 為什麼我趕緊的股票才用 為什麼我們選的股票就是這樣 而且在這一邊都毫不隱藏跟大家去講 所以很多人看到我們節目 為什麼說 老師一定要來參考 要跟著我們一起操作 因為他自己做不會賺錢嘛 因為自己做賠很多嘛 他說 他就說 老師我就不用看見你的電視 我那個時候看到你的電視 看到你在講戲嘛 不曉得不應該買 他就小小的給他買個二十張 結果他說怎麼樣 老師好告訴你這二十張救我 那不然我就叫他回頭了 我聽了心裡 不曉得是應該高興還是應該痛心 但是可以救到一個導師朋友 我覺得很值得 那事情不是到這裡就結束了 不是說我跟你講說 到這裡之後 我們跟你講說 當大盤出現什麼樣的訊號的時候 你一定要買什麼 這很重要喔 這個我們都是跟你講在前面喔 如果說我們講在後面跟你分析 和吉他分析是有什麼不夠的 都跟你講到那邊 你看節目你要看到重點 你要看到重心 你是內行的內行 你要什麼 你要看門道 你不是在這裡看過 喔 那頭數字要漲停 那頭數字要漲停 那沒效啦 要像我怎麼敢跟你講在前面 而且我們前面講的都有屏有趣 剛剛這一些都拿給你看了喔 那如果看到這個訊號要買什麼 那要做什麼樣的動作 這後面越來越精彩 現在時間的關係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廣告回來 我們讓你看 我們怎麼樣做得更精彩 因為時間的關係 進廣告 機上河讓電視有無限可能 現在申請 還有數位機上河免費優惠喔 數位超Easy 生活更Happy 超越大凡 領先市場 挑戰自我 掌握行情 市場的常盛軍 亞洲投庫 共有一流的分析師陣容 堅強的研究團隊 準確的多工操作 穩健的獲利績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資組合 亞洲投庫 帶您面向不同高度 開啟非凡人聲 您財富的管理專家 亞洲投庫 亞洲投庫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顧 自己電話 02-2578-3777 2578-3777 亞洲投庫 27年來一直秉持專業 用心負責的態度 為您創造財富 市場的常盛軍 股票期貨的贏家組合 亞洲投庫 亞洲投庫 珍惜所託 真情照顧 諮詢電話 02-2578-3777 2578-3777 公園 公園 四周 玉京 成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那你给他看我们操作这一档股票 这里买 这里卖 这里买 这里卖 这里买 这里加码 这里卖 然后呢 8月27号的时候 什么时候 9.04分 我们跟你讲说 戏码 市价获利卖出 我们爆了那么久的股票 我们全部给它卖出 为什么 因为这一个讯号出现了 所以我们要买什么 买超跌的股票 观众朋友在这里 市价获利卖出将资金转进什么 3285的尾端 9.04分 全新标股 我的标股会员 只要你是我的标股会员 你没收到这一档股票的 你来找我 你如果不是标股会员 赶快升到这个会员 因为这个会员怎么样 这就是快的 拼快速的 为什么拼快速的 因为你看这里是9.04 喔 买喔 9.18 就在来后涨停了 观众朋友 这个是8月27号 您给他看啦 9.04 在这里你特地买得到 他就刚刚开盘 24.35 买到后涨停25.9 而且涨停之后就没有再开 这样有快吗 但是我不要做那个股票 随买涨停的 我不是这样就满意了 因为你看他跌到这里 不是这样我就满意了 为什么不是这样就满意了 第二天 礼拜五 好 微转涨停 9.04 一分 您给他看喔 我们把戏码卖掉喔 戏码卖掉怎么样 我们来看一下 观众朋友 这里卖 卖了之后跌跌跌 卖了之后三支黑铁 虽然是跌不多啦 路没这个啦 但是你看看我的股票 一支去就在好涨停了 在这 8月31号的走势 8月31号没有运出来 你看那个没有拿过来 这样你会感觉怎么样 两天几乎多少 几乎两根涨停板 昨天呢 三十一块钱 三十一块钱 收拔 三十一块 涨了二点五五 观众朋友 你看到这个你会怎么去想 看到这个你会想什么 人家有来说一定要大买 而且要买什么 你如果不知道你会来找我 而且买这个股票你稍微 你稍微 你稍微不注意到 你就买不到 很快 为什么我一买马上就涨停 第二天又涨停 第三天又大涨 在这 这里买 涨停 涨停 几乎涨停 什么人敢我比 一定要大买 老师 你如果不下 当然也是不下 为什么也不能写给你看 但是这个我们的抗信清清楚楚 你给他看 有没有清清楚楚 九点零四分 我的标股会员 序玛市交货出 资金转据微端 买了之后 微端现买现涨停 买了之后的第二天 马上涨停板 九点零一分 那个开门 大家还在那里震荡 不知道 我们已经在好涨停了 已经没事情做了 礼拜一 再度大涨 在这里 你看到这个抗讯 你会怎么去想 买了之后马上涨停 几买涨停 几乎涨停板 而且都是事先在跟你讲 在这里给你看的 賺钱有简单吗 你有想要贪 就问你自己问你一句话 有没有很简单你想不想赚 就好像我们当初 我跟你讲 戴号351的戏码的时候 我们从七月章一路 会大半落 大半 破底 大半 你看我们股票再涨 就是再涨 我们把它转过来 不好意思 他就是不去 我会不会再涨 我不晓得 我会不会再把它买进去 我不知道 我现在在这里都没说了 因为 我会不会再涨 我会不会再涨 老师你也不要这样 我们有九钱 那些没九钱 你不要给你看 所以这个有很多的东西 我以后会讲 会讲保留一点 这个也是我当初给 礼拜五给各位看的 高点控宜分掌停板 9941的玉容 为什么他会掌停板 那不是无缘无故掌停板 观众朋友 为什么会掌停板 因为大陆开放资论的月码 在这里 跳空掌停 然后呢 礼拜一 昨天我们做什么动作 八点二十八分 八点二十三分 我就发抗讯就是 定价七十二把他全部获利卖出 他就要购出 因为这个要购利卖出 因为这个要购利卖出 因为这个要购出 我们做低顺的 开半 七七四 因为我们定价定七十二嘛 所以开盘只要在七十二以上 你全部都卖得到嘛 观众朋友 你去看看 开半 开四百八十七点嘛 所以你绝对都卖得掉嘛 真不好意思 像观众朋友还发不到 真的是很不好意思 最高点又让我卖到了 你给他看 这卖掉两天 赚多少 赚18%咧 同样是那一句话 什么人跟我比你有想要贪 你想不想赚 你要问你自己啊 你今天看我电视节目的 所有的这些投资朋友 你要去问你自己啊 你有想要贪 像这种的 你有想要贪 想要贪 想要贪 然后呢 礼拜一就把它出掉 又出到最高点 也许他以后还有行情啦 但是我要做就是那段 七相向最好那段 让你贪 而且都讲在前面 在这里 漏停 最高把它出掉 所有会员全部都赚 不过我一个 道书朋友啊 我都叫阿玫 看着老师你真的有够准的啦 准的不得了啦 我说知道就好 知道就好 我比较低调一点 我们自己慢慢赚就好呢 你如果要看电视 就说老师这位你电视也没说 我不用每一支股票跟各位交代 我要跟你说的就是说 你要问自己的时候 这种获利你满不满利啊 2天18% 3天30% 你要去问自己的说 这种获利你满不满 所以说现在大盘的你涨上 但是很多股价它都还没有涨上来 而且它的业绩接着下来会大爆发 这个都是你的机会啊 但你看到大家在说职业 人家的PC出来 你说 PC的大厂巨腾出来 你说我机口的订单 我现在的订单是成长三成四成哦 没准的哦 很多公司出来说 我后边职业的很好的没准的哦 这都是你的机会啊 观众朋友 重点就是说 这个机会你 有没有办法掌握得到 你掌握得到 你给它看 我们这机在这里做 在这里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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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讲到自己都会拍摄 他有这么准的啦 但是我们完全没有做假 我刚扣讯都给你看过了 然后我们把它卖掉之后去买这一档 3天30% 然后呢 我们另外一档在这里 2天18% 很多从别人那边转到我这边来 说老师我会废齐又有 要怎样 很多人就说 老师我是对你做得比较好 第一 又有 有基本面 第二在弃又强 长得有够快 不怪你说全新标股4.0 对不对 那如果说 你那些都没有参与到 这一档你一定要有 那 看一下 因为我们都还没弃到 业绩借得下来很好 我把它叫尾端第二 为什么 因为它这一波沙下来 那个力道啊 一抬下去 那些人比尾端更加凶 也就是好像一个球 你把它压到那个水里面 压得更深 那个手一拿开啊 那个水 用喷就喷上来啊 所以你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 现在来讲 就是说在整个我们台股来讲 你看看 礼拜一它可以增加一百多点 全世界股市都不好啊 为什么 人家外资料都在买股票 反正你如果在这个时候 你还不知道买股票 你真的会很可惜 你看到细平 日月光跟红海抢着药 说要买四十几块 最少要六十五块给我买 我要跟所有大股东讲 你如果持股不够的 快去买了 不然你的公司 很多的地方买了 因为现在台股无朝所知 所以你要大坛 就是坛这个时候 你透过我的细码 错过我的围端 错过我的育龙 这支 围端第二 你一定要有 因为接了下来 利多连连 而且每一个利多 都是实质 很实质的 为什么 集结的行动 为什么 获利一定会大幅度成长 股价几乎跌破它的历史 在它的历史低连左右 观众朋友 这好的机会 可以买股票 你绝对不要错失过 那你也不要自己去做 过来 跟着我 一个口令 一个斗座 让我买给你 让我带着你买 让我带着你赚 加入我们的行列就对了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明天同期时间 我们再会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出各别有价券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中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慎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超越大难 领先市场挑战自我 掌握行情 市场的常盛军 亚洲投顾 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 坚强的研究团队 准确的多工操作 稳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投顾 带您运向不同高度 开启非凡人声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投顾 亚洲投顾珍惜所多 真情照顾 自己电话 02-2578-3777 2578-3777 亚洲投顾 27年来 一直秉持专业用心负责的态度 为您创造财富 市场的常盛军 股票期货的赢家组合 亚洲投顾 亚洲投顾 珍惜所托 真情照顾 咨询电话 02-2578-3777 2578-3777 亚洲投顾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咨询电话 02-2578-3777 2578-3777 看似平静的海面 却隐藏著致命危机 那就是离岸流 离岸流是因地形 潮水与破碎量形成 往海里移动的强劲水流 会将人快速带离岸边 此时 卸物对抗水流游回岸边 以免耗尽体力 大潮或退潮时 海面上破碎浪多 离岸流正强 切勿下水 遇到离岸流如何脱困 一 保持冷静 二 举手或拍打水面求救 三 不要抵抗水流游压